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 就一次就代替了 那你的信仰应该怎样了 是一次呢 还是多次 一次 他怎么做 你怎么接受 这个人就是随从圣灵的人 我们看第十八节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 我们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按照肉体说 他被寄死 按照灵性说 他复活了 所以他这一次为罪受苦的 那你不能多次啊 你要多次就坏了 因为他定死架的时候 一次你把罪交给他 他要定死架把罪定死啊 是不是啊 你多次交行不行 你凌 凌 凌 就像东北说呢 凌打 碎敲的 可不可以呢 他一次 他为罪受苦就只有一次 他上十字架只有一次 他上十字架是定你的罪 听不听明白 定十字架是定你的罪 你得一次交 对不对 你把罪一次交给耶稣好 给你定死啊 有的人怎么交 什么时候犯了 什么时候交 没犯了就不用交 这得定罪人啊 你那罪人跟耶稣基督一同定死 因为他就是你的形状 你交给他了 他把你的罪人的形状给定死 罪定死了 就不犯罪了 一死他人 就脱离罪了 这人得去死了 是不是啊 是 如果这人不死 他能脱离罪吗 不能啊 他没有办法脱离罪 听没听明白 哥林多后福第十一章 零后第十一章 找到吗 咱们从十二节开始看 看到第十五节 十二节看到第十五节 我现在所做的 后来还要做 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的人的机会 有许多人窥探 他是寻机会 是不是啊 看看有机会了 他就开始 就干什么 破坏主的道 混乱主的道 所以 保罗说什么 以后 我先前所做的就是带着神的权柄去 带着形状去 是不是啊 所以他说 我现在所做的 后来还要做 到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保罗就开始反省了 就开始醒悟了 他都开始对这些人不留客气了 他在哥林多后书前面 他还没有这样 在前面还是吃的为主吃的 不吃为主不吃的 守日的为主守的 不守的为主不守的 守的不要论的 不守的 不守的不要论的守的 吃的不要论的 不吃的 不吃的不要论的 吃的 这不是肉口的 对不对 他前面还这么说 到这个地方 他的口气就渐渐地改弯了 特别到加拿大书信的 他整个的口气全不改了 这时候他就发现了 有一些是假屎头的 对不对 这是假屎头 第八是 魔鬼内容假屎头 你用假屎头干什么 形式诡诈 装作光明的天使 诱骗你 叫你上当受骗 是不是 利用假屎头来诱骗你 听不听明白 魔鬼利用假屎头 刚才是假弟兄 现在是假屎头 我们昨天讲的 假先知假基督 你看假的多不多 弟兄怎么危不危险的 如果今天你不警醒 你是危险的 你别把教会的长老牧师 当成是真的牧师 真牧师不讲真道嘛 神兴起的不讲真道 他们是为了得一个职份 能够赚钱 社会上没找到位置 上教会的 最后上南韩南韩 那个大陆所 给他安逸的牧师 真的假的 假的 你可别听他的 如果是 他们是真的 上帝不用领导爱兴起人 传真道了 这么多年 你就窝在罪里头 问了多少年 现在罪里 现在多少年 你们信主多少年了 到现在还是罪人 那耶稣来了 结罪人吗 不结罪人 结一人 我们看这段经文 十二节 我现在所做的 后来还要做 不要断绝那些 寻机会 人的机会 不给他们留机会 是不是 是 他们在 所夸的事上 也不过 与我们一样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所夸的事上 与我们一样 就是 菲林 笔书 第三章 这些假使徒 并不是使徒 他们在夸什么呢 找到没 什么与保罗是一样的 就是从前 在律法上热心 是跟保罗是一样的 所夸的就是 在律法上热心 那么保罗在律法上热心 对是错呢 错的 他说你们今天所话 不过可往从前是一样的 就这句话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懂得吗 菲林笔书第三章一节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你们要靠主喜乐 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 如果并不为难 与你们确实妥当 还没找到吗 找到了 第二节 应当防备权类 注意看到 防备作恶的 防备妄自行割的 妄自行割离 作恶的就是传律法的 妄自行割的 就是妄自去行割离的 犬类就是不干净 有罪的叫犬类 干净的叫羊 不干净的叫犬 犬就是狗 曾经圣经的就用这来比 猪和狗 耶稣说不要把圣母给狗 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 猪和狗都代表不洁净的 对不对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要防备权类 没洁净没干净的 洗净自己衣服的 就不是权类 没洗净自己衣服的 就是权类 现在多少年还没洗净的 就是权类 是不干净的 防备作恶的 防备妄自行割的 因为真受割离的 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净拜 净拜神的要用心灵诚实 这个心灵是神的灵 不是人的灵 听没应明白 净拜神的也不用肉 也不用人的灵 乃用神的灵 我再说一遍 我看 神是个灵 净拜神的要用心灵 这个心灵 不要说成是人的心灵 这个心灵 它是神的灵的意思 真净拜 是 真受割离 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净拜 不以人的灵净拜 听没听明白 为什么要把神的灵 拆到你心里 就是以神的灵净拜 因为他会净拜 你不会净拜 你的净拜不过是肉净拜 你的净拜不过是人的想法 意念 凡从你意念里出来的 那是人的灵净拜 凡从你肉发出来的 那是人的肉净拜 真正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 这个心灵是 真正拜父的要用圣灵和诚实来净拜 听没听明白 真祷告是在圣灵里祷告的 不是在肉体里祷告的 好 这段经文是 因为真受割离的 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净拜 在基督里夸口 不靠什么呢 不靠着肉体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 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 我更可以靠着了 若是别人说 你们可以靠肉体 我比你们更前进 在肉体在律法 我都比你们更好 纯 真 我是在加马列门下严谨受律法的教训的 我是专守律法的 职业守律法的 是不是 我第八天受割离 你们谁第八天受割离的 说我第八天受割离 我是以色列族 是边亚敏支派人 是希伯来人 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律法说 我是 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律法上的 一说 我是无可指摘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 以为有益的 今天因为基督都当做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做有损的 这是神从法利赛人中间拣选了一个最好手 最好的保罗 叫他亲自来否定他从前说 跨口的不过是靠路底划过 来否定 他从前律法 他守律法都是假的 都是无意的 你们一定明白 这才有否定 是吧 有力量的 叫守最好的来亲自来否定 他说 守的都是假的 是不是 好 再往下看 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其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到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因谢神而来的义 使我们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我今天是靠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 有复活的大能 崇尚了我 不是靠这法 对不对 对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 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成死里复活 是讲死里复活的大能 不是讲我肉体 不是讲我要肉体怎样遵行神旨意 要靠肉体遵行神旨意的人 是不遵行神旨意的人 不靠肉体遵行神旨意的人 是遵行神旨意的人 要靠信心 接受神大能的人 圣灵住在我心里 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个莫大能力是出于神 而不是出于我的 这个人是真的 他的信仰是真的 要靠肉体成全的人 他的信仰是假的 听没听明白 要靠肉体 不过和我从前那个一样 你所夸的 不过和我们从前一样 所以保罗就把这句话 就已经显明出来 在这个地方保罗就知道 是不是 好 回到格林多后书的第 十一章 我靠肉体夸口吗 你们要靠肉体夸口 你不如我 我第八天收割礼 我是纯种的以色列人 我是比亚敏指派 西伯来生的纯种的西伯来人 按肉体说 我没有可夸的 那么今天你所夸的 是不是 你能不能跟我比吗 我从前靠肉体 你今天还靠肉体 不过和我们从前一样 懂得吗 所以保罗要断绝那些个寻找机会的人 使他们所夸的世上 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与我从前的靠肉体夸口一样的 往下看 那等人是假使徒 一下就告诉就结盖 大结盖 那等人是什么 假使徒 假使徒 刚上节课我们讲到假弟兄 这一节课我们跟弟兄姐妹交通假使徒 是不是 这些假使徒 他为什么要在教会中间 号称是真使徒的 弟兄姐妹 使徒有没有自己立的 没有 使徒全是耶稣基督一手拣选的 包括保罗都是耶稣基督在大马色光照拣选的 对不对 对 保罗是十二个使徒中间最小的一个 除了这十二个使徒 还有没有使徒的呢 没有了 那么今天又出来一些使徒 自称是使徒的 那是不是使徒呢 不是 在教会中间讲假道 竟讲罪道 竟讲眼见的 这些个人是真的牧师是假的牧师 假的 真牧师不会把弟兄姐妹往罪给待 而是领多人归一 不是领多人归一 是传异道不是传罪道 挪亚是传罪道是传异道 这是何等的关键呢 今天传什么很关键的 耶稣今天来了是传异道是传罪道 耶稣讲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你非得成为儿子 重生了是神儿子 才不做罪的奴夫 不然的话你做罪的奴夫了 我们往下看 那等人是假使徒 行事诡诈 装作耶稣基督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外在人装作为使徒的模样 是不是使徒呢 这也不足为怪 是不是这也不足为怪啊 就是你不足为奇怪 这也不奇怪 就这个意思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啊 撒旦装不装 你看现在的没有道的人传道 不是使徒的人装使徒 不能做师父的硬装使徒 假师父 有没有假师父 有 你看这圣经的假使徒 假师父 假弟兄 假先知 假基督 全假的 真的有多少 一个加密山上 450个是假的 只有一个是真的 伊利亚是真的 是不是这样 那有人都讲的一样 都去送死去吧 是不是送死去呢 打动了解门 怎么讲 找死呢 那么今天 没有分辨的 把假的当真的 伊甲乱真的 多不多 多 太多了 他没有神的呼召 你只要没有神的呼召 你就听 谦卑一下来听 有的人不爱听 想做师父 是不是这样 连自己所讲说 所论定的 自己都不晓得 是吧 想做师父 想教教教人的 但自己没明白 自己都没明白 讲给别人 别人会不会明白 你看现在越做 在教会中间 越做师父的多的事 是不是啊 越当师父 保罗就指这些人说的 假使徒 在基督面前 装基督的使徒 为什么要装使徒呢 装使徒在以色列 这个魏风高不高 是不是高啊 所以因此装使徒 装使徒在干什么 给谁办事 也是给撒旦办事的 是不是 所以保罗在这说 不足为怪 因为撒旦 连撒旦 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 他的差异 装作人意的差异 也不算稀奇嘛 算不算稀奇 这不算稀奇啊 他们的结局 必然照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结局 必然照他们的行为 他们是什么行为 混乱主道 他们的结局能不能好了 不可能 他们的愚昧必然显露 彼得前处 彼得后处不是彼得前处 往后翻 彼得后处 神必要照他们所行的 找到吧 找到 彼得后处 第二章第一节 找到这出来假师父了 教导人的 是不是啊 魔鬼利用假师徒 魔鬼又利用什么呢 这些都是在混乱主道的 往里引 往里引什么 引下来人的一端 你看这个魔鬼 这个魔鬼干什么 我告诉你 历史里来假的多 真的少 你不要当闻那么深 也能那么深 讲的也是 也讲圣经啊 你可以把它叫来 我们当场就用圣经 就来测验一下 看它到底真的假了 行不行 你把你的魔鬼叫来 当场就用圣经测验它 看它到底是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能不能测验出来 一测验一开口三句话不 不用 保证我就知道它是真的假的 假的多不多 真的少不少 历史里来都是绝对的 有好些假限制 那么从前有假限制 将来有没有假师父 有 好 怎么看 第二章第一节 从前在百姓中 有假限制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 也必要假师父 死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 他们也不承认 死去疏忽疏忽灭亡 是不是 这个假师父 往里引什么呢 陷害人的异端 把异端的道理引进来 上这八点 上那八点 这假师父是教导人的 是不是 你看看假师父 就他讲道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讲道上这八点 上那八点 冰凑 冰凑一段讲道 不信你可以看一下 我跟你这么说了 你看是不是照我这话去 你出去了 你可以访一访 行不行 走访走访 你看假师父是不是这么干的 他想教导人 他把那一段道理都引进来 冰凑文 不信你可以看一下 冰凑文是 所有错误的总和 都在他身上显明出来 开口就说错话 一直错到最后 对不对 有的人可喜欢听冰凑文的白话 冰凑文不是讲道 那是白话 他所有的讲章 都是从别的地方引进来的 卖玉珍 冰凑文他是佛教的佛学博士 在佛学书开了 就进到教会里了 干什么来了 敛财来了 卖玉珍 敛财 他是真正传道的吗 教会中间 上帝会兴起个和尚传道吗 会不会 他是个和尚 到教会里当佛师去了 你听听他讲的道 你从头至尾 你听听他讲的道 除了错就是错 他全是偷来的 上这一 上大 上这操 把错的都操进去 对一个没操进去 你说能好不能好的 听的人能不能好 听的人要能好就怪了 是不是 错的他一样都没胜 把那错的老祖宗遗传的那些错谬 全被他吸收进去了 他吸收进去再给别人讲 别人受不受害 这叫私自引进 私下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最后都不承认 听没听明白 他喊主不等于承认主 是不是 他喊主啊主啊的人 不一定都进天国 他得喊主 他不喊主 诱惑不了你 他得隔三 差五的 差一段经文 两段经文 来迷惑你 他按照自虚来解 一解就是错的 按照实行学 按照 回纳时查经法 是不是 来解释出来的东西 都是神学教义中错谬的东西 神学能把诚意解释成为 地位诚意 神学能把儿子解释成 我们今天是地位儿子 神学能把 从神生到 必不犯罪 能解释成为 不总犯 不惯犯 不经常犯 偶尔还犯 神学 这都是神学教义中间 错误啊 他去查原文 把原文圣经 所有的那个 关乎犯罪的地方 他全部给改了 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这必应当给他 改成 不定时 什么叫不定时 不确定 不确定 这叫不定时 是不是 你吃了那人必定死 把这必定的给改了 改成什么 不一定死 出于谁 出于魔鬼 你不进去看看 加尔文神学 是不是这么改的 加尔文的神学 是不是这么改 从神生到 把那个不一定犯罪 把那必定不犯罪 必不犯罪 给改成什么 不一定 不定时的 绝对得给改成相对的 不信你去看 你去看他 加尔文神学 是不是那么改的 新派神学 都那么改的 他说查原文查出来的 这个圣经已经翻译错 合格本圣经翻译错了 得照他的理性 他是用自己的理性 你看 当时说不犯罪 把这肉体天天犯罪 所以呢 就按照肉体犯罪 来改圣经绝对的话 圣经书绝对 凡从神生到 绝对不犯罪 必不犯罪 他就把这个必不犯罪改成 不经常犯 不总犯 不持续犯 不惯犯 偶尔还犯 是不是 偶然犯 他拿哪段 往那去讲 加尔文太书第六章 偶然被过犯所生 把那段乱解成 错解成为 我们偶然还犯呢 加尔文太书 偶然被过犯所生 是偶然犯罪吗 不是 那句话是偶然犯罪吗 不是 他们竟然用这句话 跟约翰一书 第三章 从神生必不犯罪 还有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把那段经文 跟就在这 也连在一起了 所以 你看 我们都经常犯吧 我们还犯 犯的不多 少犯 犯一次两次的 犯一次两次 是不是罪 罪还犯 犯多少吗 罪是不是犯多少啊 亚当犯几个罪 就一个罪 是不是罪 是 石家强盗犯 蒙安德强盗犯多少罪 很多罪 当强盗能犯少吗 但石家强盗犯的罪 不至于灭亡的罪 它是肉体上的罪 亚当犯的罪 乖到约了 碰到约了 它是逼死的罪 虽然是个小罪 吃饭面上了出果子 它也不杀人 也不放过 但这个罪 是持血刀 刮口刀 约了 因为它跟上帝立约了 它违背上帝的约了 所以就是逼死的罪 一个罪就构成了 所以神学教育中 不经常犯 不总犯 不惯犯 偶然还犯 偶然犯是不是犯 犯 也犯的 偶然犯它也不叫补犯罪要 而约翰医书那时候 从神圣必补犯罪 他就为了 他没明白什么叫从神圣 他以为从神圣 这就是从神圣了 你看我从神圣做麻烦 他把从神圣跟肉神圣 就被混淆了 他明不明白什么叫从神圣 我讲从神圣 在网上讲的那些人 他就不听 因为这些人 自己来那给自己 挖坟墓呢 对不对 给自己先挖坟墓 挖仙鸟 最后自己掉在里头 这些是不是假师傅呢 是 一定是假师傅 所以他引进先人的异端 我想看 这是属于一种邪淫的信仰 叫你行邪淫 又或百姓行邪淫 有许多人 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 便叫真道 因他们的缘故 被毁谤 是不是 真道因他们缘故受毁谤 他引进的是异端 真道因他的缘故受毁谤 他引进来的不是真道 而是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这些是假师傅 假师傅多不多 哎呀你现在看到了 这神学院那神学院 只要进神学院一个就算完 出来一个就是抵挡旧文的 培养敌正道的人 给将来敌正道开道路的 是不是 进给他们就培养敌正道 神学教义的东西 直接跟圣经是反对的 听不听明白 圣经压根没有教义这样的话 圣经压根没有教义这样的话 他们传讲的是教义 是不这样 他们不传讲圣经真理 你现在一看圣经他就哆嗦了 你要不叫他看圣经呢 他一套一套的 一拿圣经他就喇咪了 用东北话是喇咪了 喇咪是什么 喇咪是什么 喝多了 就喇咪了 是不是这样 一拿圣经他就完蛋了 所以那些神学的生 只要跟我教义 他就一定会哆嗦的 拿着水杯就这样 这水杯还没得喝呢 下去半天了 倒满了水 下半下怎么 哆嗦 他为什么哆嗦呢 假的 跟我教同我在青岛呢 跟他神学生交通 吓得他 笔也拿不住了 圣经也拿不住了 翻译圣经 这圣经还没有翻开 这圣经就这样 你猜他是为什么这样呢 紧张 是不是紧张 嗯 他为什么紧张 假的 假的 我一拿圣经就下来 把他下完了 他不敢说话 一说话 我再说说话 他就当众那么多的人 他去五六个人 那么屋里那么多人 他害怕掉面子 他不多说怎么样 那裤腿 你看那裤子就这样 就不行了 就下的就不行了 就一个人 他们那么多人 他还害怕我 所以一般的 你越找大个人 你说跟王浩交通交通 他越害怕 是不是 越找大个人 又是被人抬起来 那些牧师 大牧师 他越害怕 他又不敢正面的跟我交锋 因为抬了掉了面子 那就坏了 掉大面子 是不是 因此他不敢 伊利亚就一个 在山上 加密山上 战败了四百五十个 你相信吗 相信 我这早就向全世界的 所有的假牧师挑战 行不行 行 所有全世界的假牧师 都可以出来 不管你是一千个 是两千个 出来 咱们就以圣经说吧 好不好 你看他谁能得胜 你看他谁 最后赢的是谁 这是个假的 他讲到全是 这一篇道 能讲一个月到两个月 这一篇道能讲一个月到两个月 我说这一块你相信不相信呢 他这篇道他在三字里讲道 他上这个教堂里讲 还讲这个 到那个教堂里还讲这个 到那个还讲这个 所以他拿着这一篇道能讲两个月三个月的 点越多 他讲的就是拿这一篇道讲的那么多 我这是什么 走一个地方换一个题目 走一个地方换一个题目 你叫他来来 我就是这样 我早就跟那些牧师说了 我在上面 你提 你提个题目我来讲 你在上面 我再提个题目 你来讲 看证明一下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你看看敢不敢 我告诉他 我说你来提题目 我来讲 我来提题目 你来讲 你不管多少 他们敢不敢 他们要敢就坏了 就说明他们是真的了 正因为他是假的 他不敢 这里面说 他们那个讲章是引进来的 私自引进来的 是不是 那是陷害人一端的讲章 陷害人的 圣经里有教义吗 没有 神学里有教义 圣经里没有教义 圣经里有归纳士查证法吗 没有 圣经有诗经学吗 没有 解释圣经必须是圣灵 因为只有从神来的灵 才能知道神的事 对不对 用蜀灵的话解释蜀灵的事 用蜀灵的话解释给蜀灵的人听 圣灵来了 要领导你进入战匹 解释圣经不是人的方法 一种学说 不是一种学说 他不能用解释地上的经书一样 来解释圣经 用地上的方法来解释圣经 就自取 沉沦 圣经明说的 他们给整出一个事情的许愿 将来上帝拿不拿这个东西来讨他的债 谁告诉他 解释圣经用《诗经学》解释的 谁不会解释圣经 这是《诗经学》 他讲道法呢 那是讲道法吗 讲道是用法吗 谁告诉讲道是用法呀 讲道是奉差遣的 传道是奉差遣的 那不是法 是上帝特殊的启示 对不对 上帝特殊的光照在圣经里的光照呀 那么 保罗讲道 彼得讲道 哪个是哪个《诗经法》在那里讲的 站起来 开口就教训人 对不对 对 那哪是这个《诗经学》那个《诗经学》 那天我就天天写奖章 你说我得把这个《诗经》写满了 我也写不完 我勒死了 住处多 人就疲倦 对不对 那怎么是真道呢 这个人被圣灵感动 被圣灵引导 被圣灵光照的人才能讲《诗经》 因为《诗经》不光是字句 它背后里隐藏了一个经义 是人用眼看不见的经义 所以那经义是叫人活的 那外面的字句是叫人死的 你怎么用一个讲道法能把圣经就能讲明白呢 啊 这人是不是糊涂啊 好 再往下看 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不是彼得前书 刚才那么长 彼得后书 第二节是 将有许多人 随从他们 邪淫的行为 便叫真道 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有多少人呢 有许多人 是不是啊 有许多人随从他们了 随从他们这种邪淫的行为 便叫真道 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了 是不是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他们是吸引的行为 他们隐进陷害人的异团 他们告诉 他们告诉我们怎么心都有罪 有罪就认罪 所以这些人就有罪就认罪 有罪就认罪 所以白天偷保命晚上认 你听 白天跟丈夫打架 晚上就认 因为他知道这个影有罪就认了 这是一种邪淫的行为 这是一种异端的道理 听不听明白 白天偷保命 白天偷保命 晚上认罪 认得再犯 犯来再认 认得再犯 犯来再认 圣经是这么说的吗 不是 圣经告诉你在罪上死 不是你白天偷了晚上认 听不听明白 悔不悔悔 世上悔不悔悔 这是一种异端的道理 白天犯晚上认 这是异端的道理 听不听明白 就人要因罪而死就不犯了 因此人脱离罪 神经理脱离 他说这又行了 白天犯晚上认 白天偷晚上认 你 这是什么道理啊 所以就 这些人就都知道了这个道理 所以白天就去偷 晚上认 好 这不可行 白天偷了晚上能认 所以我就去偷 晚上好认 这道理是从哪来的 我会 这道理 现在有个一端 这是一端的道理 因为他拿我们认自己的罪 是信使的 是公义的 必要胜养我们的罪 别喜之过 那一端就不一 就把约翰基说明要拿回来了 拿回来了 就是因为拿着酒啊 是不是 摘路一段 就跟他们说 圣灵来来要叫世人 明明一定是办 就摘一段 下面不管了 这是摘下面 把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摘下来的 上面的第七节 不管了 我看这样的人是屠鸟 说屠鸟 看那个后面一群狼眼他 他把那个 跑跑跑跑 一看门就跑 看那有一个小洞洞 把那头钻在洞洞的 后面随便咬 是不是屠鸟 你看现在这样的人有没有 这多的是的 他把那经文掐后每段 他就掐前面一段 告诉完好半两题 完好每次讲都是把那一段讲完 那一段是一个完整的意思 我什么时候 我什么时候 那么讲了 弟兄姊妹 我什么时候讲 掐一段讲了 那是完整一段 你把那完整一段讲完 好不好 他们这种邪淫的行为 被不被毁谤 这是一种邪淫的行为 是一段的道理 因此叫主的真道因他们的缘分 你看他们这个 基督徒就知道这叫基督徒 白天偷晚上人 最后有一人还有 他们早上的教徒 他早上教徒 他那神怎么不保守呢 他们神 他们天天早上教破 主啊 保守我的口舌 保守我的心怀疑念 保守我不犯任意忘为的罪 他们那神怎么不保守他 他们白天偷管人认呢 被不被毁谤 对 那包米给咱们咱们都不去偷 为什么 那玉米给咱们咱们都不去偷去 不去偷是因为我心里头已经把那 主意就把那些东西私欲给我拿出去 是不是 凡是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来肉体先行私欲 同听私家 我是借着信 肉体先行私欲没有了 肉体也没有了 与基督同听私家了 咱是这么信的 这是正道 他怎么信的 咱们白天偷 咱早上叫做 咱们白天就偷 咱们晚上好认 听没听清楚 你看清楚了吗 回不回吧 这还是基督徒呢 这样信的人多不多 多 他就拿约翰遗书这一段经 约翰遗书翻译的就是约翰遗书 咱们看约翰所写的这些人 信没信耶稣 信没信 如果信了圣经告诉他们 他们是信的人 信的人天天认自己的罪 如果没信 他直接告诉这些人没信 我现在就把这些事告诉他们 把耶稣基督这个真道告诉他们 他会这么说 我传给他们 我报给他们 我告诉他们 好不好 咱们今天就是把这些经文敞开 我专查了约翰遗书 查了两次 再安三查一次 再许昌查一次 咱们今天就看看 约翰写的是针对那些没有接受救恩 抵挡救恩 不承认自己是罪的 不承认自己有罪 不承认自己犯罪的人 就靠着说我没犯罪 我守住笔法 是写给这些人的 不坚决不接待耶稣 是写给这些人的 还是写给基督徒的 好不好 第一章第一节 论老同起初 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 亲眼看过 亲手不要过的 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 就是道成肉身的主 显不显现出来 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又做见证 将原与父同在 且显现于我们 那永远的生命 传给你们 约翰说我要传给你们 表明他们 直接没接受救恩 没有 没接受 传给你们 把谁传给你们呢 把那永远的生命之道 传给你们 这就说明 这群的你们 是没有接受 耶稣基督的你们 听没听明白 这不是已经接受耶稣的你们 这不是已经接受耶稣的你们 这不是就我们吗 约翰这个我们是指犹太人说的 是把他也给了我们这群犹太人 那也不是说他也是罪人 听没听明白 第一个是传给你们 约翰现在再再再说 我传给你们 我是第一人成 你们是第二人成 你们没有听见 你们也没有摸过 你也没有看过 我把我所看见 我亲手看 亲眼看 我亲手摸过 做见证给你们 我把那个生命 永远的生命之道 传给你们 约翰把你们 把你们和我们分开 没分开吗 没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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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一点 你都看不明白 你就断下边 你就会出现错误了 听没听明白 那么我们 若求在基督里成一 确证就是罪人 那就跟这一伙人 落在一起去了 听没听懂啊 魔鬼今天 最大的 他利用了什么呢 这是罪 我们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达到游穴的底部 你今天与罪无关了 你要与罪恶相争 任何人把你往罪里带 那今天 你就死定了 是不是 那么我第二个仇敌是谁 罪 我的仇敌是谁 罪 今天没解决罪的 多不多 多呀 为什么 就这两节经文 保罗所有的书信 没有告诉你 天天认罪 四福音中间 所有的 那里头 耶稣讲道 没有一个天天认罪 认罪 只有两段经文 第一段经文在这 约翰一书的一章 第八节道实习 第二段经文是在雅各书里头 最后一章 你们要彼此罪 就这么两段经文 保罗所有的书信中间没有 这问题这么重要 保罗对外邦人传道的时候 难道不传这件事吗 非单这样没有 我可以给你查 你最后你可以看 到耶稣面前 罪得赦免 都不是因为认罪 你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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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找圣经 以后我就给你找 我的仇敌 这是第二个仇敌 罪 是不是 这是我的仇敌 罪是不是我的仇敌 是 罪啊 罪是我的仇敌 实现是不是我的仇敌 是 是不是啊 律法是不是我的仇敌 是 这老我肉体是不是我的仇敌 是 我给他认罪 我给他起罪 救恩是给肉体设立的 耶稣定死下就是因为看我肉体有罪 给我设立 给我设立救恩吗 耶稣来就是救肉体的吗 你看这些人就糊涂到什么程度的 冤案遗书 第一个是传给你们 是在第三节传给你们 是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传给你 我是与基督相交的 我是与神相交的 我传给你 接受救恩来 咱俩才能相交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看看是不是 第三节是不是 我将所看见 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神 与父 并他儿子 基督耶稣 基督相交的 我们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 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对不对 使你们的喜乐 充足 不然你没有喜乐 那下看 神就是光 是不是啊 现在我再报给你 神就是光 在这毫无黑暗 这个真理 约翰又报给犹太人 这样一个真理 神就是光 在这毫无黑暗 这是我们 从主所听见 又报给你们 第一个是传 第二个是报 传喜信 报加音 他的脚踪 何等加美呢 报是不是 报给你们 表明这里的你们 皆没接受光 皆没接受光 皆没接受福音 没有了 皆没接受福音 也没接受光 因为传和报这两个字 就已经把这群人 皆没接受 就给显得淋漓尽致的 是不是啊 是 那有的人怎么 把这段经文 往基督徒使 投上安哪 你皆没接受光 接受了 接受光还在不在黑暗里走了 不在吧 好 咱们先看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在哪里行 对 你看这里吧 我们若 他们说我们与神相交 你问我犹太人信不信神 不信 不信 不信吗 他们信是谁 但他不信基督 拒绝基督 他们加上 守律法 守律法 信神是他的信仰 守律法是他们的敬虔 对不对 他们是这样的信仰 不认父与子 他不承认有什么父子的 不认父与子 你怎么知道他不认父与子呢 第二个章就告诉他 他不认父与子 找到吗 我们看第二章二十二节 不认耶稣是基督 不认父与子 所以耶稣才说 你如果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 是不是 他不认耶稣是基督 不认父与子 第二十二节 随时说谎话在哪 第二章二十二节 找到吗 找到 不是他不认耶稣是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敌基督的 凡不认子的 就没有父 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他们是间接不承认父子 神就是一位 哪来认父子呢 看就压根不承认耶稣 道成肉身这个耶稣 是他们所等待的迷赛呀 所以约翰在这里 才写出这句话 不认耶稣是基督的 不认父与子的 就是敌基督的 听不听明白 认子的就有 不认子的 人父也没有了 他们就坚决不认耶稣 他们的信仰是 信神是律法 他说我律法没罪了 我接受耶稣干什么 我接受子干什么 谁是子啊 我没有必要接受子啊 因为我信神这边守住律法 不犯罪的 我哪来罪呢 我接受耶稣 耶稣这个名字是 将他的百姓 从罪的里就说 我哪来罪呢 我没罪呢 我守住律法呢 所以少年快说 我从小就遵守了 听不听明白 所以约翰一说 才提到认罪的问题 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他不承认自己犯不罪 是不是 因为圣经说 世人不犯罪 他说 我守住律法 没犯就要 所以约翰 他把这个信息传给他们 报给他们 表明他们没接受救恩 没接受耶稣做救主 是不是 不接受耶稣 报给他们 所以他们是拒绝光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可以找到 他们是拒绝光的 不要光的 是不是拒绝光了 拒绝呀 拒绝光 不接受光 约翰福音第一章 看他继续接受光 咱们可以看两段景观 看他继续接受光 知道吗 太处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处与神同在 万物是接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 不是接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你得到生命才得到光了 你得到生命才不在 黑暗里走了 神就是光 他不接受光 下面紧接着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去不接受光 不接受光 犹太人接不接受光 不接受光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人倒不接待他 是不是 他是拒绝的 就一先进到犹太 犹太拒绝光 他拒绝光 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不叫基督的 福音的光 照在他们身上 是不是 这群拒绝光的人 由 袁翰才讲这话 他们是拒绝光 不要光的 我们看第三章 第十九节 光来的时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凡做恶的 别恨光 犹太人是一群恨光的人 恨耶稣 把耶稣定死下的 是不是 不要耶稣 因为耶稣就是世界的光 跟从他的人 就不在黑暗里走 那么你今天跟不跟从耶稣 如果你还说你在黑暗里走 证明你没跟从耶稣 听没听明白 因为耶稣就是光 跟从他就不在黑暗里走的 那么你今天还在黑暗里 证明你是在 还在黑 是拒绝耶稣 没信耶稣的 听没听懂 你看这是重不重要 谁跟你这么详细查圣经 那牧师长老师这么详细查了吗 这个地方他们就忽论吞倒 就跟你想过去 从来不跟你详细这么查 是不是 这里边说 凡做恶的别恨光 并不来就光 因为他不来就光 他在哪里行 他就说他没罪了 这说谎的 缘就指他 这些人 他不接受光的 他就说他没罪 这罪怎么没的呢 守律法守没的 是不是撒罗 圣经说 没有一个人应律 行律法在神面前诚意 报名包括他们 包括他们了 听没听明白 没有一个人靠律法 在神面前诚意的 因为律法不是在神面前诚意 是在人面前诚意 律法不是利 神的利 义乃是利 人的利 是不是 神的利在律法以外显灭出来 不在律法以内显灭出来 他说我守律法守权的不犯罪 撒不撒谎 撒谎 撒谎 是不是 所以这里他就恨光 耶稣来 耶稣说我就是异的 我就是光 谁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主的生命就是人的光 你要说你现在在黑暗里头 那就说明你没有主的生命 你自己承认你没有 你若说你今天还是犯罪的 你就证明自己是没有跟从耶稣的人 你还在黑暗里行走 你没得到生命 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得到主的生命 这个主的生命就是人的光 对不对 你告诉我 你今天得到光没得到光 还在黑暗里走 还不在黑暗里走 神就是光 你通过耶稣 耶稣就是世界的光 跟从这种的人 他就不在黑暗里走 这就是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再多说就是处于恶者 你看这句话言不言论啊 为什么有的人就稀罗糊涂信呢 你稀罗糊涂信给谁赶网了 说给魔鬼赶网了 你的信仰坚决不能随从这个世俗的 也不能随从老祖宗遗传那种错误 那是要你命的信仰 那是引进下来人的一端 对不对 罪是我们的仇敌 撒旦是我们的仇敌 是不是啊 所以是不是你的仇敌 是 他能要你命 叫你下淫间 叫你灭亡 最多公家是什么 死 他能给你带来死 耶稣来了就为这个事来的 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对不对 但他不承认自己有罪了 怎么救他 这怎么救他呢 他说我没罪 我都守全了 我没罪啊 我为什么接受耶稣呢 他拒绝耶稣是基督啊 是不是啊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 有待人说我今天我守律法 我信神 我守律法 我哪来罪 我守全了 不可坚引 我也没坚引了 耶稣说 你没坚引吗 你心里动了一念 看见妇女动一念 就是犯坚引 目的是塞住他们的口 叫他们承认 我是有罪的人 对不对 你不用坚引了 你看见妇女 你里面 就起了淫念了 这算不算 算犯坚引了 你不用杀人了 你恨你的弟兄 是不是杀人了 这就是为了塞他的口 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证说 好塞住个人的口 塞口堵口的 你不是说你没罪吗 你看 你没有杀人 但你恨弟兄 等不等于杀人 等于杀人 等不等于 是不是犯罪 是犯罪 那么今天需不需要救主 需要救主 是不是 这是被那些在律法下的 拒绝耶稣做救主的人 不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 把这话写说 把标准抬高了 就是叫他们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 把他堵到救案门里头去 听命听明白 凡作恶的别恨过 并不来救我 耶稣说这话 约翰说这话 叫你来救我 叫你来救进我 叫你来靠近耶稣 是不是 跟从耶稣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了 只要你是真信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你说你今天还有罪 你这么证明你自己 你这么证明你自己 现在没跟从耶稣吗 那你跟从谁 谁了呢 他不光 约翰一书不光说我们认罪 下面还说我可以不犯罪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叫你们不犯罪 你听 约翰又把我们和你们分开 我将这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能不能不犯罪 能不能 能 如果不能 神就不用说那句话了 凡从神神的必不犯罪 凡住在他里面必不犯 没有律法就没有罪了 是不是 哪里没有律法 哪里就没有国犯 说比如说 这些的经文 一大堆的经文 你往哪放 你往哪放的 你往哪推脱呢 你往哪推美呢 是不是 你往哪藏我哪依呢 这些经文就是 报告给那些人 是不是 可以不犯罪呀 是不是 没光说你总犯罪呀 总犯罪那是什么 那一定是罪人 是不是 往下看 凡做恶的别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 担心真理的必来 是不是 必来救光 要显明 他所行的 是靠山而行的 是圣灵在结果子了 不是自己肉体行出来的 对不对 对 做恶的就恨光 不来救光 回到约翰遗书 稍微延一点时间 稍微延这么一点点的时间 好 回头再看 咱们就不用查 约翰回忆第八章十二节 耶稣说 我就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我在黑暗里 不用查这段 你们都知道就行了 我问弟兄姊妹 跟从耶稣的 还在不在黑暗里 不在 不在黑暗里 好 往下看 第一章第五节 约翰遗书第一章第五节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丝毫都没有黑暗 是不是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 又报给你们 我听见报给你们 我跟你们不一样 因为我听见的 我已经领受了 还要报给你们 一不一样 不一样 有报给你们的信息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在哪里行呢 黑暗里行 你与神相交 它就不在黑暗里行 你在黑暗里行 证明你没有与神相交 对不对 这句话听不听懂 约翰就要强调 所以我们说是与神相交 不要 那没有用的 是不是 你怎么相交 信息守密法 这叫就与神相交 我们与神相交 与神和好 是不是见着耶稣基督 对不对 以赴所书的第四章 这么提到 以赴所书的第二章 又这么提到了 耶稣基督成为中间和睦的桥梁 他使我们和睦 他使我们和睦 约翰就是罗马书的第五章说 我们既靠着他的血得以 是不是 说得以与神亲近 就要靠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 是不是什么说的 免去神的愤怒 靠着他的血得以成绩 就要免去神的愤怒 听不听明白 那么现在 我们光说是与神相交 他在哪里行 黑暗里行 耶稣说跟从我 就不在黑暗里走 这群人还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的 不行真理的 是不是 你就是一性说谎的了 他就不是行真理的人 因为你在黑暗里行 不是说谎的是什么 你说是与神相交 但你行的是在哪里行 黑暗里行 没有从黑暗进入光明 没有从撒战权下 归向神 没有罪得色变 没有真正的 把你的名字签在爱子的国里 你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不是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就跟神在光明中 是不是 就如同神在光明中 光明中就是基督力 基督力就是光明的 神叫人和神在基督耶稣里 恰谈和好 你不在基督耶稣里 不在光明中心 是不是 这时候他儿子血就洗净 你们一切的不易了 你只要在光明中就洗净 你一切的不易了 听没听明白 一切的不易都洗净了 下面句号 下面又说这件事 你们就不承认你们是有罪的人 你就以为守秘法守全 不承认有罪的人 我们如果说自己无罪 有的人就说 你看这不约翰说 有网门吗 这个约翰说的 他是代表着犹太人说话 我们说是自己无罪 边是自己 这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罪 你怎么信也有罪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你怎么信都有罪 说这群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 说我们说自己无罪 边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自欺啊 神的道 真理也不在我们里面了 是不是 不在我们心里的 我们若说自己 我们若认自己的神是信使 是公义的 约翰叫这些 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 叫他们承认自己有罪 因为耶稣第一次来 是救罪人的 不是救一人 你这是一人 你说你一人没犯罪 你还没接受耶稣 你就说你无罪 这不是自欺吗 那这怎么没的呢 你没接受官 你就说你与神相交 你怎么与神相交的 我们与神相交 是不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交啊 是 那么你都没接受耶稣 你怎么与神相交 你直接就跟父神相交吗 你用什么方法与神相交的 原来就只剩犹太人这种错误的信仰 你怎么与神相交的 因为中间的中宝你越过了 耶稣是不是中宝啊 中宝越没越过 他越过了中宝直接去信神 这信仰对不对 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见着我 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你是怎么与神相交的 你都没接受我这个中宝 你怎么与神相交 没接受中宝 你的罪怎么出去 你不承认罪 我怎么给你除罪呢 因为神说世上都犯了罪 你非说我没有罪 他就把他自己列在罪人以外 是不是 犹太这群拒绝耶稣的人 就把自己列在罪人以外 认为自己是义人了 所以不需要拯救 所以就拒绝耶稣基督 约翰才这么说的 是不是 约翰才告诉他 你说撒谎的呀 你不是撒谎啊 你连耶稣都没接受 你就说你与神相交 你怎么相交 谁跟你和好的 谁做和好的 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你要承认你是罪人 他不将你的罪反归到你身上 是不是这么说的 约翰 哥林诺后说的第五章十九节 是不是这么说的 神是在基督耶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你进到基督耶稣里 神给你和好 不进基督耶稣里 你自己说 我守备法 不用终进基督的 我就靠自己手 就与神和好 能不能进言我 这是一种谎言 不接受耶稣就说自己是一人 这是谎话 不接受耶稣就说自己不犯罪的 这是以神为说谎的 那么神设立耶稣 就是要叫我借着他诚意 我就不借着他诚意 我就想我自己守备法诚意 这是不是撒谎的 这是把神都当作说谎的了 你看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第九节 我们若说 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多少不义 一切 你看有人拿着 洗净一切不义 天天在神面前洗净一切不义 洗净一切不义 就像什么是 有一个家里的主妇 是不是 这家里的妇人 到了 做饭的时候 把人的饭菜都摆好了 叫你们吃到我 给狗办点事 给狗就办点事 就拿到外面 就换狗 那儿子不吃这个做饭菜 上外面 你听着妈换狗 他就去了 嘴就对那个狗吃盘里 啪啪啪就一吃上了 这是给你吃的吗 不是 这是不是给你吃的 给谁吃的 给狗吃的 那你为什么去吃呢 这是对那些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 犹太人 决戒耶稣的 那你把这句话 应用在我身上 那保罗怎么没说呢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戏神 保罗为什么不说呢 只有约翰 说这群人 包给他吗 传给他吗 你没接受耶稣 你就说你五岁 你这叫自欺 你没接受耶稣基督 你就说你不犯罪 你这就是以神为说谎的 对不对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这个我们不是包括有 不是包括把自己 他是使着代表着犹太人说话 不是把约翰放在里面 我们 他都把你们都分开了 我们你们都分开了 是不是 我们认识自己的这些神是现实 他把他也放在罪人里头了吗 不是的 这句话 你听话你都会听 有的人听话都不会听 这话人都给主气话 这他人有没有 你都给你这话 我一下看 我们若是自己没犯过罪 犹太人说了自己没犯 犯过罪呀 从来没犯过罪 我这律法都守全没犯过罪 别是你神 没说谎的 看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这些证据在你里面没有 根本就没有道了 是不是 你根本就不是道 你说你没有犯过罪了 是不是 下面紧接着 小子们呢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 怎么样 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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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中间又有人犯罪呢 有一位中保了 就把人介绍给那中保了 是不是 这耶稣就是做中保的 你要有人犯罪了呢 就有一个中保 是不是 就是那义者耶稣 基督 是不是 他为你们的罪 为我们的罪 做了晚回忌 不但是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做了晚回忌 对不对 对 就把人引到 你怎么能不犯罪 接受中保 从神圣 我们下面第三章的第五节第六节 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 你们知道主承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 主承显现除没除掉你的罪 你承认了你的罪就把你罪除掉了 有的人说什么也不让耶稣除掉他的罪 咱们今天罪除没除掉 什么人 主承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 他没有罪才能除掉我们的罪 他没有罪 他没有罪才能除掉我们的罪 第六节 你还说你是犯罪的 你已经接受耶稣 还说你是犯罪 是魔鬼的 听没听明白 听明白了 我想看 能不能不犯罪 第六三章 他就活在第一章里头 这是不信的人 就活在第一章 不信的人中间 第二章就说可以不犯罪 第三章说如何不犯罪 怎么不犯罪 第三章的第六节说 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 凡犯罪的这个人 是未曾看见他 也未曾认识他 说没说清楚 你还说你犯罪 你认识什么 所以今天我要去用 掐约翰一书的一章八节到十节 就牢笼你 叫你永远是罪人 只要你永远是罪人 耶稣来就没有你的份 耶稣来就要除灭你 以赛亚书十三章 第九节 耶稣来了你说你得怎么办 你还是罪人 你说你怎么办 你还是个犯罪的人 你说你怎么办 你就是被除灭的对象 找到没 第九节 耶稣的日子临到 必有残忍 犯恨 烈怒 使之地荒凉 从其中除灭什么人 罪人 耶稣再来的日子 可不是除 不是救罪人了 他第一次到辰肉身 是救罪人 他已经不再到辰肉身 他生了生爹呢 他做成就你信就行了 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 你就相信洗净了我的罪 听没听明白 你就是什么人 一人 回到约翰遗书第三章 第六节 犯罪的人压根不认识他 是不是 反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 反犯罪的人是未曾看见他 也未曾认识他 就是你压根就不认识 你曾经你都没认识他 你从根本上你就没认识他 你听明白没有 第七节 小子们不要被人诱惑 行义的才是一人的 你注意看 从神生那个人是行义的人 注意看 看我 凡从神生的必不犯 我现在这是从人生的 这是从神生的 听没听清楚 我肉是从人生的 我灵是从神生的 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对不对 从神了以后了 肉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就因一火了 所以从神生的不犯罪 听没听清楚 凡从神生的 从圣灵生的 从真道生的 从主生的 是不是 凡从神生的 就不犯罪了 肉体就因罪而死了 心灵就因一而活了 犯不犯罪的 不犯罪了 这是从神生 并往这小 他是因罪而死的 从神生 这肉体不能从神生 从神从神 从神再生一个 对不对 零生一个 不是肉身生的 对不对 这是行义的人 结束一者耶稣 你却从一者生了 就不犯罪了 这不是个犯罪的人 听没听明白 往下看 小子们行义 这就叫行义的 就是义人 行义不是你靠住 你行乱义 赚个义 就是神的义 人信耶稣 就是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这叫行义的人 这叫行义的人 这不是行义的 他也不能行义 听没听明白 往下再看 第八节 那从神生的生命 跟主是义的一样 那你从亚当生的老旧人 那个老肉体 永远不能跟主一样 不想 不要是想要用你肉体去形态 想跟主的一样 那是错误的信仰 听没听明白 第八节 犯罪的是属谁的 欧为 今天你没接受耶稣 你要不承认你有罪 你就是什么 说谎的 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你就说你不犯罪 就把神当作说谎的 你接受耶稣了 你说你还是犯罪的 属蛮鬼的 定下来是属蛮鬼的 因为你正在否定耶稣呢 你否定耶稣基督 除掉你的罪了 你还是犯罪的 难道基督叫人犯罪吗 你这是明显的否定的 你这是明显属蛮鬼的 你往下看 没有告诉你怎么认罪呀 下面告诉你不犯罪了 你要再说你犯罪 你是属谁的 魔鬼的 魔鬼的 往下看 第八节 犯罪的是属蛮鬼的 因为蛮鬼从起初就犯罪 谁说谁犯罪的 你就把你自己换给魔鬼了 你就把你换罪给魔鬼了 听没听明白 听明白 你住在基督耶稣里哪来罪呢 你住在基督耶稣里成义哪来的罪呢 这加了太书第二张告诉你 这怎么这经文都不看呢 一个人是怎么回事呢 到底是疯啊 还是标啊 还是啥呀 为什么这个主的经文从来不看呢 就停止滞留在那个不信的犹太人那个那句经文中间呢 对是说 下面紧接着告诉我 犯罪的一定是属魔鬼的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谁犯罪的跟他一伙的 说跟他一伙的 是 往下看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凡从神上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他根本就不能犯罪呀 你怎么说 从神上还能犯罪 犯罪证明你不认识他 你从起初就不认识 你不要辨别了 你只要你说你是犯罪的 谁属谁的 怎样说认识耶稣 跟着耶稣走了三年的犹大 最后是属魔鬼的 听不听明白 他一定是不属魔鬼的 那么跟着耶稣走了 他还成了罪 属谁的 说没属 属魔鬼的 往下看 从神上到 神的道存在他 正在他心里 你看那个种 原本做 种 存在他心里 是不是 神的道原本做 神的种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真是神的种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是不是啊 是 你种那个是情欲的种 死了 现在从神生一个 神的种 能不能犯罪呢 能了 你不能种在这个约翰书译上 而鬼跟你画 跟你迷惑 绕来绕去 又给你绕到第一张 在肉体里 天天唯有罪 天天唯有罪 我就是罪人 那还要在罪上死得 你再亿人活呢 你怎么不看呢 你绕到这个一个情文中间 就在那里活着 是不是啊 因为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有谁生的 神是无罪 从神生也是无罪的 谁要有罪的 从他生的就有罪 但神是无罪呀 你能说从神生他还有罪呢 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呢 从此就显出 用犯罪不犯罪显出 谁是神的鬼 谁是鬼的 从此就划分住人 是不是啊 划分哪一边是属鬼的 哪一边是属鬼的 用犯罪不犯罪 来划分谁是属神的 谁是属鬼的 是不是这样 实际上就是 从此就用这件事显明 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鬼的儿女 凡不行义的 从神生是行义的什么样 这是行义的什么样 凡不行义的都属鬼的 就没理由一半 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从神生必爱从神生的 他就有爱了 因为这爱不是人的爱 是神的爱 不是我靠着几句爱 我就显明我是从神生 不是这个意思 从神生本身神就是爱 从神生才具有爱 最后看第五章十八节 晓得吗 知道了 五章十八节 晓得吗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凡从神生的 逼不犯罪 逼是啥意思啊 一定是 肯定绝对不犯罪的 是不是 凡从神生的 逼不犯罪 从神生的逼保护他 那恶者也无法害他 都害都害不了 所以恶者能害他 不能害他 今天就永远不犯罪了 看 往前看啊 别跟你的本 凡从神生的 逼不犯罪 是不是 因为从神生的 逼保护他 神逼保护他 那恶者能杀身体 不能杀人不过他 无法害他 他从神生 无法害他了 听没听明白 听明白 真的吗 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真的你就得着了 真的 今天就永远不犯罪 从现在开始 永生就是你的 阿们 阿们 不然的话 你说你晚不晚 你信你背 你都没明白 谁有很多信的 没上天堂 你听没听明白 听没听明白 一直说你逼保祷告 亲爱的救主 感谢你 阿们 感谢你救我们 脱离重头地的手 是我们今天知道了 从神生的逼保犯罪 阿们 因为今天我们都已经 从神生了 我们从神生的 已经死了 现在你给我们 从神生一个 灵生命 说我们今天 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 都想安息 仇敌无法害我们 因为没有一个人 从你里边 把我们夺去 是你的羊 必听你的声音 你的羊 不跟生人走 今天你的话 既是确定的 凡干饭费你 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因为今天你把你自己的 救恩真理传给我们 今天你要把你自己的 众人都领到异路上来 使我们因信基督 白白地成一 使我们今天不靠行为 凡要不白白成一的 一定是不能成一的 凡要靠路底成全的 死定了 谢谢你今天 在基督耶稣里面 简讯了我们 使我们因信基督 成一 不因行律法成一 使我们靠着信心成一 不靠行为成一 谢谢你 如果靠行为成一 没有一个人能得救的 你若纠察我们的罪 也没有一个人能站得住 今天你按照你自己 丰盛的恩典带我们 今天你把我们 带到青草地溪水旁 亲自来咆扬我们 叫我们今天真正明白 你救恩的奥秘 因为在上古时代 这是隐藏的奥秘 今天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心里 乐意来服侍你 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 来带领我们的心 使我们用信心来服侍 我们这一位 至高无上全能的上帝 谢谢天父 愿一切送赞荣耀和权柄 都给我在天父的名下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他 阿们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